由文化部指导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主办 花莲县客家爱乐协会承办的 金曲芬多金花东金曲奖唱会 将从7月起到9月在花东两线举行 而今年共邀请包括明歌金曲奖等8位歌手 从7月1号开始将举行10场次 邀请了相亲以及歌手近距离互动 让流行音乐的总子在花东遍地开花 这一次的奖唱活动 7月1号将从台东池上的大波池 由入围金曲奖花莲客家创作歌手徐世慧进行奖唱 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长江宇表示 今年共邀请了8位歌手 从校园民歌到金曲奖入围 以及获奖歌手 内容相当精彩 这8位分别是徐世慧 还有罗云玉 这些都是属于客家的金曲入围跟得奖的 还有王洪恩这个原著名的歌手 1月2号要办理的周子涵 这些歌手 总共有8位的歌手 还有一位是我们王海玲 王海玲去年在美学馆这边办 效果非常好 今年是在花莲来办理 花东地区拥有多元族群文化 音乐创作能量非常丰富 也别具特色 台东生活美学馆长江宇就希望能够透过奖唱会的方式 让相亲与音乐人近距离的互动 了解歌手创作专辑的切身心宴以及感想 更期盼可以带动更多爱好音乐的青年 投入相关领域 让花东音乐产业向全国甚至全世界发光发热 我们去年办了几场包括朱海军的 包括王海玲的 我觉得都非常的感动 非常的成功 那所以我们今年在不同的地方再来办理 那我们希望这个活动 喜欢这个歌唱的朋友 喜欢民歌的朋友 喜欢金曲的一些朋友们 欢迎来欣赏 首场七月一号由入围金曲奖花莲 客家创作歌手徐师会 在池上大波池风景区进行讲唱 七月二号是由周子涵 在台东市南风铁花站 七月八号 陈威权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七月九号 王洪恩在花莲市祥宁电台 八月五号 吴四爱在台东市南风铁花站 八月六号 罗文玉在池上大波池风景区 八月十三号王瑞宇在花莲市浩克文化会馆 九月九号许师会在洁安胖书猫茶铺 最后两场则是由珠海军进行压轴 九月二三号国立台东生活美学馆 九月二四号在花莲文化创业产业园区 记得刘明胜综合报道